來自民間的示威者 今天我們決定進佔香港特區政府立法會 由六月起香港人進行多次的示威活動 當中更加包括二百萬的遊行 更加有三個年輕人為了今次的反送中活動 犧牲他們自己的生命 肯清政府可以收回條例 撤回惑法 然而政府制約網民 不理民情 警治香港的民眾 我們的民意於不顧 甚至與民為敵 現在的特區政府已經不是香港人所願意去承認 立法會選舉制度更加沒有辦法去表達民意 尤其功能組別更加深淪為政治工具 所以我們不得不進行各種不合作運動 佔領運動 在今天的立法會佔領運動 我們佔領者 現在在政府的立法會 正式去宣讀我們五大的要求 第一 徹底撤回條例 第二 收回暴動定義 第三 撤銷對今後和之前所有反送中抗爭者的控罪 第四 徹底追究警隊濫權 濫用暴力的行為 設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最後我們覺得問題的根源是我們香港仍然沒有全面的立法會和北行政長官的全面普選 所以我們要求2020年立法會的選舉是需要有全面普選的 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 有三個年輕人為此殉道 我們仍然是很深是這個我們的家園 我們付出我們的肉體 其實都是想守護我們這個家 我們不願意再有一個抗爭者為香港的民主為自由 在天亡雲 希望大眾社會的團結一致對抗惡法對抗暴政 共同守護香港 各自議會 各自都議會 各自分之議會 各自提取通會 各自下宣告 我們在動壓 我們在香港 我們在香港